我們持續帶大家來關心 在太平山目前的最新天氣狀況 其實今天現在是將近八點鐘左右的時間 現在目前在太平山的溫度 是已經下探到-3度了 其實跟昨天相比起來 整個溫度是在往下探的趨勢 其實很多追雪族都很期待 因為氣象局就預估說 昨天晚上到今天的清晨 是最有機會來降雪的 不過真的很可惜 我們雖然整個溫度 是有一直在往下探的趨勢 但是整個水氣的條件上面 是沒有辦法配合 所以目前我們可以看到 在太平山這邊是出現了霧松 那也跟大家講一下這個霧松的原理 其實它是霧氣裡面有很多的水滴 那這些水滴在酷寒的天氣之下 像是昨天到今天清晨 其實都有零度以下的這個氣溫 所以他們在掉到這個像是草木 或是樹枝的時候 他們會形成一個像是這樣子 純白色的冰晶 也是非常的漂亮 那雖然很多民眾今天都沒有辦法 來看到這個雪景 但是一看到像一整片的這個霧松的 這個美景也是真相來拍照 打卡的我們一起來聽追雪族的訪問 今天凌晨原本期待有降雪 然後早上六點還沒那麼雪 還沒那麼霜沒那麼厚 現在越冷之後它越來越厚 對啊 有沒有覺得其實還蠻漂亮 雖然沒有到雪啦 對因為我之前都沒有追雪過 今天是算第一次對啊沒有遇過 客中心那邊的哇一串一串的 好美啊真的 有拍過照了嗎 有有有有 對好值得 好值得 好棒啊 好那在太平山這邊呢 其實在今天早上七點已經正式開放入園了 那官方這邊就有說呢 在七點的時候 其實車潮一直從這個售票亭 綿延到多望吊橋這邊相當的多人 而其實蹦蹦車呢 在他們已經巡軌之後 確定安全無余 也在今天早上的七點半 正式的起乘第一班車了 而其實呢 在太平山這邊 稍後的溫度呢 也會持續的再往下探 那也提醒要上太平山的民眾呢 也一定要做好保暖措施